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天我要講一個事件,就是娛樂圈更加很熱,很多人說的吳亦凡事件 根據報導,藝人吳亦凡在6月爆出桃色風波 就說他同時周旋在網紅、杜美竹、尚雲杰等三個正妹之間 杜美竹更加爆用走卓船飛的方式,騙了很多未成年少女 這件事這麼厲害,表示想用一個詐騙或有奸提告他 這個公司露爆喊稿,刀美竹公開吳亦凡私下警用200萬人民幣封他口的紀錄 這件事有證有據,究竟如何?我們看看報導 東美竹公開了一個圖片,說吳亦凡事件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我只是看報導說 他說他用了200萬,東美竹千萬不要說出來,暗口肺 原來東美竹公開了一個圖片,原來是要求800萬 結果成交最後200萬,約840萬也很厲害 然後吳亦凡事件已經道歉等等 但為什麼這件事又會爆出來呢?真是不知道 我們再看看報導 原來他有很多聲明說到這件事都在進行反擊 吳亦凡 還有很多網友在這個題目上加了不同的資訊 原來當中有很多事件等等 我相信很多KOL都說過 我自己會覺得吳亦凡 我自己不是很留意這個藝人 但是基本上他因為這件事都爆紅了 爆紅就不是說正面紅,我明是負面紅 所以基本上現在就搞到這件事件發展到第三階段 原本就由一個感情糾紛變為一個社會事件 因為現在整個社會,無論中國、大陸、香港、台灣 都對這件事是密切留意的 也有報導說,阿嬌幾十幾天 連手機都不離身去關注這件事件 這個題外話發生 所以剛剛7月20日晚 吳亦凡第三次發表聲明 針對這件事件說了刀美竹那份犯象的證據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說到 吳亦凡這次的反擊令到刀美竹成為下風 為什麼呢?原來吳亦凡那方面 他曾收到八個刀美竹口吻的威脅信 威脅信 即是說呢 向刀美竹轉將的人 不是吳亦凡也不是吳亦凡的工作人員 而是吳亦凡的媽媽 媽媽也有200萬 吳亦凡媽媽的轉將理由是 希望再受這些威脅想釋事靈人 而且說到刀美竹都還沒還18萬 究竟還什麼18萬? 這四條訊息很重要 吳亦凡那邊發放出來的 其實整個過程呢 他說是刀美竹最主要作出攻擊的 而現在說刀美竹呢 接著是要屈錢等等等等 吳亦凡也都希望通過7月20日這個反擊之後 還自己一個清白 其實是說自己立於一個不敗之地的想像 事件就基本上去到這裡 那我們看看接下來會怎樣發展的 OK 所以現在呢 我就這樣看形勢呢 吳亦凡就似乎那個團隊 就拿出了偶力隊去反擊到刀美竹的一些指控 就說到整件事件都還沒處於這個下風 那我會繼續跟進這件事件的 大家真的要支持一下我 多謝 挺好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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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bon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